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坛YouTube频道 那今天呢非常有幸的被这个CH正枪师弹呢 邀请到他的这个频道呢 聊聊这个FPL啦 那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观众呢 在这个底下留言哦 说自己也有玩这个FPL啊 说不如呢就开一个这个FPL的league呢 邀请大家一起进来玩玩哦 那这个影片的最后呢 我就会公布我自己创建的这个FPL的这个league code啦 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走开啦 我们马上进入这个影片吧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选的这个FPL的team啦 然后我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里所选的人啦 叫门将的话我就选了 Amy Martinez 还有这个Ben Foster 那Amy Martinez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多大争议性啦 就是因为他就是去年的这个goalkeeper的season嘛 而且我觉得就是Aston Villa 今年的这个squad也是打得很不错 就买了很多很不错的人啦 然后我觉得门将选他 是没有什么 就像我刚才讲没有什么争议性啦 因为5.5最贵的也是6.0 然后另外一个Foster的话 就纯粹我只是觉得他非常可爱罢了 我就选了一个最便宜的这个goalkeeper 就会来当这个替补门将啦 然后后方的话其实 这里我还想的蛮多的 我就主要是选了 Luca Dean 然后Liverpool的这个Costa Simicas 然后曼城的这个Gioral Cancelo 曼联的Look Shaw 还有这个West Hamer Kuva 其实我觉得蛮多都是 popular的这个choice啦 因为主要来讲的话我觉得Luca Dean啊 Gioral Cancelo啊 Look Shaw啊 还有这个Valemio Kuva 都是在他们的这个队里面非常好的一个边位 对我没有选到任何一个中位 然后Simicas的话4.0 然后再包括现在Andy Robertson是受伤的 然后目前是没有讲说他会受伤多久啦 但是预计应该是差不多六个星期左右 所以Simicas 4.0我觉得是一个bargain啦 因为他基本上他就是已经是Liverpool的这个 正选左边位了 然后接下来就到中场啦 中场这里的话我就选了Bruno Fernandez 还有这个Mohamed Salah 然后这两个人主要就是给我去 拿来做captain的 然后因为总要有那种 表现很好啊 很稳定的球员去做captain啦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Salah跟Fernandez 然后接下来Billy Gilmore的话4.5 这个就是一个backup啦 纯粹的一个backup球员吧的 然后我这里有选了Havi Bunce跟Diogo Jota啦 因为Diogo Jota的话 前面几场的话是会 以目前来讲的话啦 就我这里Liu Pugetal的消息 而不是是我读到的消息来讲的话 Bobby Firmino应该是不会上场 所以应该是Jota会去主打这个前锋的位置 所以我这里就选了Jota 然后Havi Bunce的话这也是主要 我是觉得Lester的 接下来差不多四五个星期的这个 赛成绩都很漂亮 所以我是觉得 相对来讲Lester赢的几率是蛮高的 而且Havi Bunce在Lester就是一个 蛮重要的首发11人吧 所以我这里就选了Havi Bunce 然后前锋的话 本来是要选Harry Kane的啦 但是Harry Kane最近的这种风波很多啊 所以就选了三个比较chip的option 就Ihanacho Danny Yings 还有Oba Femi 虽然我对这三个前锋的选择是有一点 打上一个问号啊 因为毕竟没有一个是 你可以讲Danny Yings跟Ihanacho 然后上个赛季是还蛮属于进球体系的 但是Yings这个时候去到一个新的球会 不太确定他能不能打上漂亮的成绩 然后Ihanacho的话 现在Petson Daka已经加盟这个Lester了 所以他的首发位置好像也是会成一个问号 Oba Femi这也就纯粹是一个team 然后这个主要就是我自己选的这15个球员啊 然后还有一个1.0在这里 我的money remains 还有一个1.0 所以主要就是这样啦 你可以排一下你的那个 就是pick team的时候 大概第一个礼拜的首发会是长什么样子 第一个礼拜的首发我可以去调一下 我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主要是这样啦 就大概排出一个这样的阵型 然后我的那个HaviBan其实是在板凳上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Ihanacho 跟HaviBan是不是要兑换一下 这个是我想到的东西而已 对 没有错 Hacho很喜欢 因为讲起来看得到15个人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 确实就是我们从goalkeeper开始来讲 我觉得forster 像你讲的backupkeeper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马帝尼 确实他去年是goalkeeper 可是去年有jack rish 他们持球的时间 应该发我时间很多 所以 我其实这个形容会给马帝尼 打上一个大大问 而且去年他的表现是 就是他的expected goal 是他把他就是有 比他肯息的goal还高 就是他成功铺下很多 amazing scene 这样子 这几次还能不能再一次做到一样事情 我打上一个问号 我不敢说他不能 因为我确实觉得他挺好的 因为毕竟也是阿森的出来的 不要攻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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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Leno跟Martinex Depad永远是不会玩的 不要攻击我 不过 等下看到我会不会选择 我再解释我结构 但是其实 如果现在我还有一个1.0的话 其实讲真的如果我要选Anderson 我要去选Alison或者Mandy 其实都是ok的 其实 Alison不可以 但是Anderson跟 是可以 我的意思是 Anderson也先不要 因为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看Selo Mancity的Frictions 其实也没有太容易 不是特别的漂亮 而且 ok啦第二场对阿森纳 还是谁 阿森纳是巧思 可以啦 不过就是 因为Ruban Diaz 在EURO的时候 我算是被踢爆 而且每次Mancity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已经冠军下一个赛季 他的tactics 已经被人家看透了 每次都 是都会有一点问题 让他们都有一点要找新的tactics 所以 我不会叫你去Double Up 玩City的Defense 我觉得 太危险了 Cancelo一个 是ok的 因为Cowork 我觉得他全面也不会踢 我觉得Cancelo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Differential Pick Defense 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 谢谢 谢谢 这个老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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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老师 没有 就是 我一定是玩比较久 我就只能 就是 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其实我个人最满意 是我的后防 我觉得我后防 先选到很没有问题 因为即使Cemicus 4.0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如果没有用的话 就可以去做替补 就还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浪费钱 还是什么 可是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的阵容里面 虽然这样子讲 等下看到我阵容 也会很大 我觉得 你选到太多大众 都会选的球员 像 Martinets 是一个很多人会选的 FPL 是这个赛季 54%以上的人都选的 是整个FPL 选重力 命中率最高的球员 对对对 我是觉得 中场 Sara 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 前锋线 我就 我就觉得 硬写是吗 慢慢来 慢慢来 我们继续往上走 因为我接下来讲的 就是中场 不过 我其中一个team 现在就是 第一个礼拜 其实我都叫你们 Go for safer pick 其实我反而觉得 这样子的 approach 是比较好 就是因为 因为我每次有讲的 你不要 一开始选太多 然后 也太多differential 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 你可能一开始 被人家全部template 的team 就是很高 highly owned的player 那个分数拉开 然后你才在追回 为什么你不要做 就是 怎样讲 比较safe pick 就是跟全部人一起 一起一样 就是 你可能到我中后段 才开始发力 注意到我自己是这样子 我是一开始偏向 比较喜欢 选宝选 所以其实 所以为什么我才讲 所以选shall 选martin 这样子我也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全部人都有 所以 就算假设你落后 你也不会落后很多人 太多人 对 很多人都是这些player 所以 然后move到来 4.5的move也是没有什么好讲 就是 像你讲的 因为你不用太多首发的人 你只要死一个人 所以没什么问题 而且move 也算是 Norwich里面 基本上 这个赛季 基本上move 是首发的啦 所以 也是一个保险 放在自己的板凳上面 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你哪一个 不够人的时候 上来顶一个一两分 有分好过没有分 我每次都这样讲 然后 中场 我最大的问号 我跟ashley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bans 对 bans 他会先差几场 主要是这样子 因为 跟ean nacho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mc这场 对commitio 对man city的时候 他们是踢4231 然后 ean nacho是在bench 然后 该年还讲他 帕神达卡也来了 谁会踢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 他们现在应该会 踢4 and back 可是也有可能 Vestager来哦 为了弥补他的速度太慢 可能会变成5 and back 对 阿martie Rice and back都有可能 这个我不太敢讲 不过我觉得Vestager 可能就算来了也不会第一场就踢 可是 其实这里我是 先放bans 因为现在毕竟 就前面的几个赛程来讲 我觉得Lester的赛程是很漂亮 所以可以先放bans 可是过后的话 可能我会买 会想要用Rafinia 还是什么去代替掉这个bans 因为我觉得Rafinia 在Litz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好 只是Litz的前面几个赛程 其实不是特别的漂亮 是 你们昨天看到我 那个team的时候 我也是选Rafinia 我现在已经换了 不过等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 因为你们讲过 我稍微也是有空 然后我自己再去探订一下 还有什么选择 发现了一个 还蛮不错的选择 等下也可以跟你们讲的 然后 这个team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 Halfinia 会替的可能性 比Yan Nacho 大 然后你还有1M在币 你现在 我记得你7.5M 你还有选择 还有好几个选择 就是Warkins受伤 所以Dannying会替钱 总是一定没有问题 他能不能进去悬挂 不过我没有太担心他 Yan Nacho 不会首发就是问题了 不过7.5M 8.5M 就是加上你现在有的钱的话 你8.5M 你还有Column Wilson 如果你要Pund的话 Ivan Tony 当然刚升上来的Brandford 虽然像我讲 我不是很喜欢太多Pund 可是一个两个还好 问题不太大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蛮Template的人 然后 大概就没有人了 我大概我自己喜欢的就是Wilson Chris Wood Chris Wood 我看到一下 Chris Wood 目前为止四个赛季下来 每一个赛季都有双维数的金球 从2017-18年的十个 2018-19的十个 2019-2014 去年十二个 所以每一年的Double Figure 其实也很不错 算是一个 是很不错 Differential 是 而且他Fictures 你要讲很难 也没有 但是我 看不起Brandy怎么办 不是 不是 我是跟你讲 然后 Wilson 选Wilson 我觉得还蛮保险的 我自己也选Wilson 可是Wilson的问题 就在New Carson自己跳太保险 这是他的问题 当然你就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你不一定要 你当然你要现在换 然后跟我们讨论也是可以 你还是要做 我自己考虑考虑 可以 谢谢老师 什么 谢谢老师 好啦如果你们看到这里的话 非常感谢你们 那这个FPL Liquid 不过呢现在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啦 所以就把这个 这一串号码 或者这一串数字呢 打进你们的这个FPL 就可以加盟这个 link了喔 那当然啦 我还会把这些连结呢 全部都放在这个资讯栏底下 还有公布在我这个Facebook的这个 演书专页上面啦 好像骗了你们看完整齐的这个视频喔 不过呢 就快点加入这个联赛 让我们大家来玩一玩啦 不过这个联赛呢 确实没有奖品啦 就只是大家一起切磋一下自己的FPL 这个能力 那大家一起have fun就好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 拜拜